这一包 这红包吗 李老师 以你的这个生活经历 你觉得这一包大概要做好 十个 这是准备的礼金 这不是提亲来吗 表明一下决心呗 还是有点紧张 虽然跟平常还是有点不一样 妈 这十多年都这么叫什么 嗯 路上堵不堵啊 挺堵的 好 肯定是特殊的 嗯 换个鞋吧 坐下 一二五 你倒是 嗯 坐下吧 嗯 妈 那个爸跟你小呢 爸 我带着孩子出去溜玩去了 是吧 你早在幼儿园呢 对 这是 这酒是给爸爸的 来就来吧 拿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 这是饮料 这是给你买的 不用 听朋友说的挺好的 这是美容养颜的 什么 利亚也喝 家里冷吗 最近 嗯 不太冷 妈 这是那个十二块钱什么样的 什么 这是干嘛呀 他哄孩子用不着这么多钱 他拿着钱肯定是为那结婚证的事来的 我都不爱理他 不是 我不是准备跟利亚那个 结婚了吗 妈您就收下了 那我能不要 我说妈把那个十万块钱推回 推回来的时候 心里特别凉 妈 妈 妈 叫什么妈呀 可能你妈觉得她这次去墓里太明确了 对 当时我就想那肯定还是 还是那个那个阻力在那 我还有点事上那边 平常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吗 就如果他回家的话 你不在的话 就是这样的状态吗 嗯 他跟我妈相处 应该就是这种状态 好 当然我爸爸在的话 他会轻松一点 就跟你父亲关系好 对对对对 跟我父亲关系比较好 因为他们经常一起喝酒 一起打球 一起聊天什么的 嗯 什么您和所有人一起聊 我不渴 挺好的 有什么养颜的 嗯 跟这吧 说点呗 他在我面前挺不自在的 挺尴尬的 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相处吧 我肯定不高兴啊 家务事都是我一个人来做 他一直就坐在那玩手机看电视 我干什么他都不动 确实我干什么他都不动 谢谢大家